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送你 哼 今夏笑了起来 我就住对面 不用送 仪式感 路易一本正经的模样 今夏也不忍心拒绝 让路易一从501送她回502门口 路易的仪式感很足 把放在501门口的行李箱推向502门口 今夏在旁偷笑着 她原以为路易黑白灰生活色彩的人 不会在乎什么仪式感 其实不然她不仅在意 而且还十分细腻 今夏准备开502的门 笑着对路易说 已经到了 你回去吧 路易认真地答道 已经到家门口了 你就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坐 今夏扑斥一笑 这也是仪式感 不 这是礼貌 今夏再也忍不住 哈哈笑了起来 很快 她收住了笑意 正惊道 那假如我不请你进去 是不是就没有礼貌 路易言简一该 对 今夏不语 将门打开 对路易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路易满面春风地进入502 当然也没有忘记拿今夏的行李箱 他们半个多月没见 这一见不到一个小时 今夏就想与她明天见 怎么可能 路先生 我是不是还得给你泡杯茶 这样才显得我热情好客 今夏见路易进了502 放了她的行李箱 就坐在了沙发上 逗着她道 路易笑盈盈地翘起二郎腿 慢悠悠道 茶室可以泡 不过我得纠正一下 我不是客人 对 他不是客人 现在房东也算不上了 是确确实实的主人 今夏笑称 我是客人 那路先生 您是不是该去给我泡杯茶才对 过来 路易对他弯弯手 今夏不知他寓意何为 但也不问 快速走到他身旁 路易又朝他弯弯手 他是想对他说悄悄话 今夏想应该是 侧头弯下腰去 他维持了这姿势 大约半分钟 一个字也没有听见路易说 他心急了 什么事 说呀 话音未落 他觉得自己的脸被什么温热的东西轻轻啄了一下 他猜那温热的应该是路易的双唇 动不动就亲他 还亲出花样了 他羞涩地将脸一开 刚挪动一点 路易的声音就在他耳边响起 从现在起你也是主人 已经盖章生效了 撩人和套路都一套一套的 今夏都不知该如何应对 半想 他道 你房贷还清了吗 路易一脸懵逼 他问的是什么问题 路易一脸疑惑地望着他 他慢吞吞地又道 我成了主人 是不是得还房贷 路易终于懂了 他自我扫描了一下 我看上去有这么穷 西西 没有 你看上去财大气粗 不用想 都是全款买的 不过 他顿了顿 这房子真的是爷爷买给你的 路易默了默 想开口被今夏抢先 我觉得咱们肯老有点不太好 路易弯着嘴角 我觉得挺好的 有老肯可以少奋斗几十年 今夏不太赞同路易的话 皱起了眉头 咱们还是努努力 将来自己买套房子吧 买房 现在想在北京买套房子可不太容易 我都混到影帝的位置了还肯老 路易都买不上 他就别想了 他感叹道 生活怎么这么难呢 路易在旁偷笑 你这小小脑袋瓜原本就不太灵光 别想太多了 否则越来越不灵光 今夏朝路易不满地吐了吐舌头 随后往厨房走去 不对劲 不对劲 路易混到影帝还肯老 那他的钱去哪了 还是说影帝也不挣钱 他带着这个问题泡了两杯茶 他将泡好的茶放在路易面前的茶几上 轻言细语问道 你进娱乐圈的这些年大概挣多少钱 路易直愣愣地望着他 心下急忙解释道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随便问问 要是不挣钱的话 我考虑改行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才一个多月就谈钱 他担心路易觉得他现实 没算过 他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三张银行卡 这些年挣的钱除了全款买这两套房外 剩下的全部在这三张银行卡里 这三张卡的总额我没算过 你要是没事的话 就帮我算算 正好我也想知道 密码我生日 说完 路易把那三张卡放在金夏手心里 金夏受宠若惊 不可置信地望着路易 你就不怕我把你的钱全部挪走 路易笑而不语 还笑 你真不怕 从今以后 我钱归你 你人归我 金夏把银行卡还回去 不要 真不要 金夏将脸扭向一边 真不要 路易将三张银行卡发在一起 用手指淡了弹 沾沾自喜道 这三张卡的总额好像还不少呢 大概多少 金夏立马侧脸来问 你算算不就知道了 金夏真的很好奇路易这些年挣了多少钱 又不好意思去算 算了 我数学不好 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计算器 天生愚钝 不会用 路易在金夏的头顶上狠狠地戳了几下 把他头发弄得一片凌乱 真是笨得可以 说他笨他能接受 弄乱他头发他真的不能接受 双膝跪倒了沙发上 双手往路易的头顶伸去 路易反抗摇着自己的头 别闹 路易越是反抗他就越来劲 直接坐到路易大腿上 把路易的头按在沙发靠椅上 双手在他头上来回的肆虐 路易不再反抗 任由他造次 突然间 他感觉他的大腿被某样硬硬的东西顶住 刹那间 他停下了动作 路易手上的那三张银行卡 也无声地掉在了沙发上 两人尴尬对视着 他们都知道那硬硬的东西是什么 只是心照不宣 惊吓假装镇定地从路易身上下来 淡定道 仇威已经报了 现在有点困了 你先回去吧 路易也淡定起身 好 明天见 晚安 直到路易出了502的大门 同时将门关上 惊吓才到了巨岛 晚安 路易自然是没有听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